今天主要是來和大家介紹我們沙巴的部分 今天要介紹的區域叫Likas Likas就算是沙巴很構建我們Kotakindamaru的另一個小區 都會建議大家住或者找一些比較方便的地方 它其實駕車到我們沙巴的Glanegos、KPJR 或者JMC其他醫院的時間差不多是5到10分鐘左右 同時教育配套KK本身也有很多不同的國際學校 包括日本學校、KIS、Siri Insan等等 Jenselton去馬來西亞、賓夕、格林波、甚至來到KK 那些比較優質、甚至貴一點的樓盤 其實附近都有購物的 整個KK的市中心在這個範圍裏 這裏相對來說都是近機場 市中心距離這裏開車差不多是5分鐘左右的距離 相對來說你距離市中心第一不會太遠 第二相對來說你又沒有市中心那麼吵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居住環境的一個選擇 第一我要介紹的就是這個Mountkindamaru Mountkindamaru我們叫做神山 神山是全馬來西亞最高的其中一個神山 這個地點是其中一個我們一定可以去的地方 第二個我要介紹的就是這個Sibadar Island Sibadar Island就是全世界排名第五的 Darling Sibadar Island 第三個就是我們KK也很出名 很多Golf Cross 其中我們都有十多個Golf Cross 不過其中比較出名的兩個是這個Subra Harbour 和這個Daric Bay 我們KK的日落 我們KK日落都比網民透明 是全世界排名第五的其中一個最美的日落 當年說到KK人 你們吃海鮮都是很多的 KK人來說一定是很適合你們吃的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在賣的Legasville 它一共有36樓 然後在Basement 它是一個超級市場 然後它在Growth和Yak 它有13間的商店 第2層到第9層 它是一個鐵車廠 第10層是我們提供的設施 在這裡你可以享受19個不一用的設施 然後第11樓到35樓是我們的單位 第36樓是一個多擁圖大廳 我們這裡大部份的單位都是採用Durkey Concert 我們這裡的單位最小的實用面積是884方尺 最大的實用面積是1056方尺 接下來就帶大家去探討一下Durkey的特別之處 Durkey 其實它是一個無字單位 格局一般都有兩個獨立空間 而且共享一個或者自己的門廳 除此之外 這個格局有多用度的使用方法 當你自住其中一個空間的時候 亦可以出租另外一個空間 還可以帶來額外的收入 其中亦能夠跟父母一起住 同時擁有自己的空間 以及私人 這就是我們剛剛提供的Durkey Concept 它是這兩個獨立空間 加一系列的實用面積是973方尺 這個是我們沒有單位的門廳 大門 大門進來之後 是一個開服式廠房 在廠房我們圍著特別配置了 一套的柱櫃 抽油軟機 還有電池錄一個 接下來了一個飯廳 大廳 大廳之後 是一個養台 其中一個養台 你就可以看到一片 攤位罐子的開景 除此之外 在每一個單位裏面 我們亦都為你們 贈送三到四架燈器 接下來了這邊 我們有五個單位的 其中一間房間 那樣的格局 無論是自己住 投資 短住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繼續錄來 是我們子丹衛的門廳 以及 小廚房 這裏就是我們子丹衛的大廳 繼續錄來 我們有子丹衛的房間 類似子丹衛的格局 是非常適合租給兩夫妻或者大學生 沙巴的或者Likas的一個生活模式是怎樣的 如果他們要去喝茶 或者吃一些唐人吃的東西 有哪些好選擇 這裏附近也有很多這樣的選擇 例如在開車也是五分鐘左右 那邊通常很多人去喝茶 喝杯茶 吃個包 類似三點 那邊是比較華人區的 你們的單位 差不多是給幾個車位 普通中間是我們給一個車位 那裏附近呢 你會給兩個車位 我們公理幣是 3號8 1個Square Pit 如果你本身買一個1000尺的單位 你每個月的公理幣是380元 包括車位的 如果你本身是買他們發電商提供的 主額的單位 差不多是三年 頭三年 那個是分的 差不多是5到5.5% 如果你本身是買一個Drukey的 unit 你自己放租的話 出租的優勢會比較高一點的 問我們Likas View的這個樓盤 可不可以做Airbnb的 可以做的 所以它是公司的名字 所以它是可以自己做Airbnb的 是不是 我們這個Likas View的能力就是 可以做Airbnb的 所以很適合投資 多謝你們 多謝 我們M2H Cut 會帶給你更加豐富的馬來西亞資訊 記得按旁邊的訂閱仔 打開個洞洞 這樣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喜歡我們的話 就希望你 like 和share我們的短片 拜拜